近來有一樁事 我估摸著 還是要先知會你一聲 怎麼 這天上地下既還有事情 能夠難得住幽冥寺民主大人嗎 這凡人乃至授而有衷的靈悟生死 只關乎三位神仙 南斗新君 北斗真君 三遍是幽冥寺的民主大人 而且南斗住生 北斗住死 幽冥寺掌管人死後的行御送斷 還掌管著一個元起台 只有你為難別人 竟然還有能難得住你的事啊 還得估摸尋思著 這事不知道到底該不該說呢 我知道了 大概是說我要送你酒那事吧 你放心吧 答應你的酒我肯定會送的 更何況這還是 折炎上神的桃花釀呢 只不過呀 折炎上神最近與我小叔 一直在鬧扭扭在棋頭上 正是鬼神難盡的時刻 即便是我 我都不大好意思 是東華帝君之事 此事天上地下 可能並無人知曉 北斗 南斗 酷默著也未曾察覺 只因我掌管著元起台 方才查知的 近日 我梳理元起策 發現在某處異界 生出一無姻緣之人 我前去查探 才得知此人 竟不旋轉於六道元起 須知眾生有始有來 世間雲雲接過我元起台 未今我守便元起化世 乃往世之數才能做到 而在這世上能釋出此等 術法之人遼落可數 在神族之中 除了我以外 唯有太成宮中的 雲莊先往了 太成宮 那該不會就是 前些年便聽聞帝君 應想要參透紅塵八苦 而自求投身凡事 私命的運閣步中 雖載著帝君投身凡事 乃是三百年後 此三百年 他乃是在太成宮中靜修 但靜修之時 令雲莊先翁對自己的影子 釋出往事之數 先投往異界歷練一番 也未嘗不可呀 真的是帝君嗎 帝君既然瞞著諸位先者 想來此事極為密謠 我思慮許久 將此事告知於你 你可知為何 你總不是為了想要 多寬我一坦子酒吧 在我面前 你逞什麼能啊 多年前 你與我同意 在醉香之中 你不是說帝君 曾救你於虎妖之口 你為了報恩 在十二連花竟 也想要救帝君一回 結果又反被他 給救了回來 到頭來還是欠了一個 救命的大恩 需尋個時機回報給他嗎 依我看 這就是個時機 對著帝君的影子 總比對著帝君本尊強行吧 讓你再回太神宮面見他 恐怕有些難為你了吧 你今天著實有點不像你 話也太多了 你曾經跟我說過 心傷這個東西 時間久了自然也就淡了 這話說得不對 為何 都已經過去百年了 我那個時候如何心傷 此時便如何心傷 此時便如何心傷 你的時間還不夠長 其實呢 帝君他也為我做過好多事情 他為我做過六角亭納糧 還為我考過地關 做過糖醋魚 還為我包紮過傷口 他帶你好的回憶 就只有這麼點嗎 那那些不好的回憶 又有多少呢 不好的回憶 有一次 我改了連宋的短刀圖 七盒貿認說是他改的 我一氣之下咬傷了他 怎麼學會咬我呢 帝君責罵了我 並把我趕出房去 那後來呢 再後來 我又抓傷了七盒 帝君將我關了起來 重臨看我可憐 把我放了出來 我卻遇到了 激衡養的寵物 他的寵物抓傷了我 然後我被他打落赤頭 是私命救的我 再後來 帝君要與激衡成婚了 我便離開了九重町 其實 私命興君他說得對 他說 我喜歡帝君 算得上情深思汗 我不清楚情深是什麼樣的 但是 比起那樣的他 高高在上又尊崇的樣子 我卻寧願他不是那麼好的人 這樣的話 就只有我一個人 可以看到他的好 只有我會喜歡他 我一定會對他很好很好的 你對他的好 他過去無從知曉 以後 可能也不會知曉 那時候他對你冷漠無視 你不會傷心嗎 傷心當然是會傷心的 只不過因為我喜歡帝君 就將自己變成了一隻蠢 對君 他固然也會把我當作一隻蠢物 寵物就是這樣啊 有得寵的時候 有不得寵的時候 被他漠視的時候 我就難過得跟個什麼似的 可能在我心裡 我並沒將自己當作一隻蠢物吧 你在他面前已經足夠卑微了 為了他已經放棄了你珍貴的皮毛 尊重的身份 家人 朋友 作為寶恩 這些已經夠了 我放棄這些 其實都是為了我自己的私欲 這同報恩不能混為一談 你說得對 帝君此次下界 只是一個影子而已 這不是為一個好的機會 既然帝君他瞞著仲仙 那我也就不問他在哪處一界比較好 不如 你將我的影子也拿去吧 仿照帝君的影子 投生到帝君所在之處 我希望我的影子這次 可以代替我好好報恩 帝君他有危險的時候 就去救他 帝君他想要什麼 我都可以幫他得到 帝君想要什麼 都幫他得到 若是他最後仁為得到想要的 這場恩報不成呢 你方才不是說 帝君三百年後 會以本體下凡去立結嗎 那屆時我就向四面問清楚 帝君他在哪兒 我想那個時候我見到他 應該不會像現在這樣沒用 好吧 那將你的一半影子給我 屆時 無論這個恩是否報成 我都會告知你一聲 嗯 我都會告知你一聲